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坎 在中国这边热烈举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于今天飞到了以色列 向正处于战争之中 并饱受批评和谴责的铁杆盟友表达支持 老胡很感慨 中美这两个国家真的是不一样 大家看 中国号召并且支持全世界一起搞建设 羞辱架桥建港口 美国呢 则在鼓励战争 支持对抗 现在世界上有两场战争 中国没有加入其中的任何一场 都在呼吁停火 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美国呢 则在两场战争中 都与其中的一方站在一起 给钱给武器 支持该方取得胜利 你不能不去想啊 这可能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大原因 那就是中国是建设大国 号称基建狂魔 所以呢 我们鼓动全世界一起兴基建 让中国的巨大优势为世界所用 互利共赢 美国呢 则是武器迭代最快的国家 世界绝对第一军事强国 他需要世界各地紧张 经常打仗 因为呢 越打美国他越重要 他的武器越好卖 有越多国家呢 要从不同角度求他 中国与所有国家都是合作关系 一带一路是共商建设与合作的世界最大平台 美国自称领导者 很多时候呢 他更像是绑架者 他推动了各种冲突和紧张 然后呢 再提供所谓保护 搞得很多国家呢 只能在美国驱动的大冲突大局势里 随波逐流 中国向世界各地派出的是工程队 机械设备 美国呢 他在世界各地驻扎的是军队 美国的航母则在各大洋中游异 另外呢 美国的特工也很活跃啊 美国的现代战争片和谍战片 有着取之不尽的现实素材 冷战后的世界本来呢 和平发展真正成了主题 是美国断然破坏了合作为主的大国关系 重新把世界拉回到所谓大国竞争时代 那似乎呢 是美国熟悉并且唯一适应的格局 好像呢 只有打起来和开展对抗 美国呢 才能找回感觉 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那么让美国疯狂 并在世界上拉仇恨去吧 中国需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美好的未来光靠打 他是打不出来的 他必须呢 像一带一路所倡导的那样 大家一起动手 互相合作建设出来 中国有足够的军事力量 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 我们的路线 又与世界各国的发展愿望呢 形成最大契合 美国鼓动的回头路 一定呢 会在时间的长河中 越走越窄 中国带头探索的未来之路 必将越走越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